今天来到老梁观世界 最近这个天啊就跟漏了似的 全国各地啊都有暴雨 中央计象台昨天傍晚继续发布暴雨色预警 计象局发布的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 广西云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就有大到暴雨 就连这个中国北方地区啊 并不怎么常见这暴雨的 现在也不少 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今天7月21号啊 在北京下这场暴雨 造成了北京呢 大概有数千辆车受灾 发动机给弄坏了 很多车主觉得我已经投了保了 上了全险了 找保险公司理赔吧 没想到保险公司对相当大一部分车主 说了两个字 不赔 北京遭遇强降 数千辆汽车泡汤 谁买单 理赔之路 为何困难重重 出了事情之后你不管我 我觉得这是有问题 聚焦保险里的那点事 定损与维修 藏着什么门道 又有哪些您不知道的潜规则 老良官世界 为您揭开保险里的秘密 暴雨后 车险进水了 7月21号北京这场暴雨 应该说在全国范围都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那么在这场暴雨当中有这么两部分车主遭了灾 一部分是开车正在路上行驶的 结果积水呢 越来越高 再往前开呀 就可能有危险 所以只能汽车逃跑着 还有一类的是车呢 停在这个低洼地段了 结果这水一点点涨了 就把车给压了 这两类车主后来发现呢 他车的发动机都受到了很大的损害 那么很多车主呢 觉得也没什么 就是费点事 这两天开不了了 我找班人公司理赔就完了 因为大多数车主呢 都给车呢 上了全险 他首先他就告诉你 他说一句话就是 你没有上涉水险 你没有上涉水险 这就任何发动机的这个进水步骤都不给修 承不承认发动机是车最重要的部件 然后车损不包括发动机的损失 对 这个全险呢 学名也叫车损险 就是车辆损失险 这全险上有这么一条规定的 就是像暴雨洪水啊 这类造成车有损失的 班人公司是给赔的 但是很多班人公司 责任免除条款里有那么一条 这个车的发动机因为被水淹了 或者说是涉水行驶过程当中出故障了 不在赔偿范围之内 他们给我的定义就是说 只要发动机沾水他们就不赔 我对于这一点是非常不理解的 按照他们的说法呢 我那我雨天就不能开车了 车损险的里头也有因为暴雨啊 也没有说我在这个这个水里开 怎么样我这发动机进水 它才不给保 所以我现在这个对着这个条款 也实在是没不清楚了 你因为暴雨造成的危害你都赔 那我这车被水淹了 或者说涉水行驶时候 发动机弄坏了 这不就是暴雨造成怎么能不赔呢 人家保险公司就不赔 那个全险不包括这个 这个叫涉水险 就指被水淹了或者涉水行驶带来的这个损害 这个涉水险呢 是全险的辅加险 就你买了那全险呢 要没买这个 发动机让水泡了一样不赔 你说气人不气人 那这样你就要全险干嘛 在十五种保险公司经常利用自身的专业优势 凭借这些灰尘术语 片面做错对自身有利的解释 我们不是专家 但是我们会有一个良心和道德来判断 我买的是保险 我花了那么多钱 我给了你 我出了事情之后 你不管我 我觉得这是有问题的 因为保险保险就是风险 这么大的风险 不能直接让你赚钱给我 每个保险公司可能都是 有些不一样的需求求 所以这个时候呢 可能就会造成在解释上的一些歧义 或者说分歧 那么会引发一些纠纷 2008年1月 张先生为自己的奔驰轿车 购买了全额的机动车 损失保险之后不久 昆明市遭受特大暴雨 张先生开车行驶到积水区路面时 发动机突然熄火 经维修部修理 张先生共花费40万元维修费用 之后 张先生持修理发票进行索赔 保险公司却以未购买涉水险为由 拒绝赔偿 无奈之下 张先生将保险公司告上了法庭 如果在暴雨当中行驶 发动机进水了 我们认为他的结论是 暴雨是直接的原因 进水显然是间接的原因 所以暴雨当中发动机受损 这个保险公司应当理赔 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 判决保险公司支付原告张先生涉水车维修费40万元 一审判决后保险公司提出上诉 二审中双方争议的焦点仍然是 暴雨引起发动机进水 造成被保险机动车受损 是否属于保险人的免责范围 经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 做出维持原判的二审判决 全险的损失险是指发生任何一种情况下 你都要赔的 这才能叫全险 结果再仔细一看这合同 好多车主知乎上当 为啥 大多数保险公司在列车辆损失险的时候 都在全险之外 列了好多附加险 多得有达19条附加险 这涉水险呢 就在这附加险里 就说如果你只投保了全险 没有投保这19个附加险 那么你这次发动机炮坏了 一分钱赔偿得高 就是你投了这个涉水险了 也不一定能得高 为什么呢 如果在水里二次起动 造成发动机的损失 如果没有把发动机特别损失险 这个公用公司是不承担所持的 所以你在这个开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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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前面水大了 发动机熄火了 这时候你不动 你走了 投了涉水险再给你赔 你这时候要再撵 打打打再打 一下子没打着 造成发动机损坏 包含公司不赔 你就说这里头都有多少陷阱 一层一层的 有的车主一看 我在戏琢磨琢磨 再一看能把他气死 你比方说玻璃险 就是权险里头不包括车玻璃 你车玻璃要碎了 不在赔偿范围之内 你要想赔偿 得单上个玻璃险 最可气的这倒抢险 对方说我这车晚上停在小区里头 他乃缺德的贼来了 把鼓勒给卸掉一个 找着办公司里赔吗 他说不赔 说不赔 我上了你的倒抢险了 就说我这车要是被盗啊 或者被抢了 你得赔我呀 发动机说不对 你看好了啊 那条上写着 倒抢险是指整个车被抢了被盗了 我再赔你 丢骨子不再赔发动机 你说这气人不气人 这个时候好多车 才把这个保险合同 从头到尾仔细看一看 发现了一个事实 就说这个合同啊 是保险公司精心设计的 保险里玄机重重 合同里隐藏猫印 理赔之路如何过关斩将 车主的要求都得到了反正的支持 无则不赔 高保低赔 无罩不保 我们到底该如何破除霸王条款的魔咒 老梁观世界 暴雨后 车险进水浪 正在播出 那么这里边呢 有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头一个问题 叫无则不赔 别人把我的车撞了 我没有责任啊 对方全责啊 我可不可以来里赔啊 对方全责的话 找对方保险公司 跟您自己的保险是没有关系的 接下来 咱们说这个保险保险 就是甭管是谁的责任 我只要受了损失了 你就得赔我 这才是保险 可是现在呢 大多数保险公司在车辆保险这块 都有一个准则叫无则不赔 什么意思 就说咱开车啊 比方说跟对方发现破装无则 要不是你的责任 那么好 你这边的保险公司 投保那家不赔 你找给你肇事那家的保险公司 让他赔 这个无则不赔呢 有的时候容易造成很大的混乱 即使就是试你的责任 他也有条款 叫免赔率 天津市民耿先生 在一次交通事故中 与对方的车辆发生了碰撞 肇事的双方都有责任 但是因为保险合同上规定 同等责任的免赔率是15% 一千块的话 自表担付150块 这个以前的我还真不知道 他是告诉我的 因为我上全显 我认为就应该抖赔的 我们在按照 就是说责任比一点赔货 就是商业减判售 有一个事故责任免赔率 是2%的客户要自己出的 不主要责任事故免赔率 是不同的责任的话 事故免赔率 平时那不责任免赔率 有1% 反正就是怎么着 他不给你付钱和保费 他怎么来 所以这个无责不赔和免赔 这是这里边一个突出现象 还有一个 这个咱们好多人都知道 叫高保低赔 什么意思 比方说这个别克 别克车呢 普通的车型大概11、2万 就是无论你什么时候去投保去 说我这新车投保 他按照总额11、2万的保额 给你确定交多少钱 说我二手车别克 那好 投保额也按照新车 11、2万 按照这个规律 来给你算投保额是多少 这是投保 就你交保险费 那么等到赔的时候 真出事了 他可不按新车来 他按什么呢 按你这车现在的实际价值 比方 你算开多少了 6万公里了 几年了 两年了 折旧 算5万多块钱 按5万多块钱 这个标准还可以 就说交钱的时候 得按新车的标准来 等到要理赔出事了 按旧车的标准 这叫高保低赔 这是现在车辆保险这行业里 普遍存在的一个弊端 而且普通的消费者买保险的 没出说理去 以浙江宁波的周先生为例 从2001年开始直到2009年 8年时间 周定海的车每年的保险费 都是按新车购置下 14万元全额计价缴付 其中车头部分 是以新车价88920元 作为保险金额 2009年 这辆车发生车损事故 宁波市价格认定中心 对车辆损失做了评估 认定车头部分损失 为36000多元 事故结案后 周定海向保险公司索赔 但业务员却告知 车头部分要按折旧来计算赔款 只能赔 20896.20元 这颗实际修理费 深探了近1.6万元 法院说 都收了我这个保险费 对吧 就保险公司 推出了多部分 这个保险费给我 你说我出了十年 他推给我 这样我一年你没出十年 他不是收下了 那我算了一下 我八年九年了 这个保险 他又收我多少钱 他可能是推给我吗 像我们类似案件这种情况 车组的要求都得到了法院的支持 其实他保险公司自己都清楚这不合理 比方有说你损失大法了 按照规定来讲 保险法里有规定 就是投保额度不能超过商品的实际价值 那么这是个规定 也是写进保险法的 假如你这车损坏大了 他要赔大法了 好 保险公司把这条拿出来 你看当初给你订的 按新车给你订的 也就是投保额度超过你现在 这旧车实际价值 所以咱这合同啊 是违法合同 作废了 咱得另谈 你看这时候他想起来了 说明保险公司心里明明白白知道 他自己这么做是不对 可是还按着来 为啥 就为挣你这点钱 好